好 我們首先來看到的在今天 引起大家矚目的就在這裡 國慶大會登場了 還有中國無權代表台灣 賴總統在今天 包括了跟蔡英文前總統握手 旁邊還有陳水扁 這也是一個歷史鏡頭 驚爆10月10號 驚爆10月10號 今天是我們113年的 這麼一個過生日 首先我們來看到 賴總統首次的 就職以後的首次的國慶演說 先三風暴 第一個他喊話 中共無權代表台灣 第二個國慶觀禮的位置 出現了玄機 第三個朱雅虎逆轉又壓了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講 很多人說 今天賴總統講的真的是 好像非常的鏗鏘有力 我們來跟大家來做一個懶人包 你看了以後就知道 他重點在哪裡 首先第一個 他是在今天10點半的時候 首度國慶演說 主題是 團結台灣共援夢想 一共是3029個字 25分30秒的時間 在兩岸是重中之重 第一個他說 無權代表的這個台灣牌 因為呢 他就說 這是他首度講的 他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能夠代表中華民國 他之前怎麼說 他說 中華民國已經在 台澎金馬落地深耕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權代表台灣 第二個是祖國論牌 很多人說他今天沒有講到祖國論 但我認為他整個的演說當中 是延續了祖國論的這個味道 他說呢 互不隸屬 你知道互不隸屬是什麼意思 互不隸屬就是延續 蔡英文前總統的四個堅持當中的 兩岸互不隸屬 或者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他也呼應了10月5號 賴總統說 中華民國113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 所以呢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能是我的祖國 好第三個就是2758密碼牌 賴總統說 中華民國曾經在國際社會被放逐 但是台灣人民從未自我放逐 這句話我覺得他講得非常的精準 你看喔 被放逐跟我們不會自我放逐 他講得非常隱晦 但是我們紅色是我們的評論 他在講的是什麼 他就在講說1971年 我們被迫 所謂當年的漢賊不兩立 我們被迫離開聯合國的時候 那時候聯合國通過了一個2758號的決議文 但2758號決議文就講什麼 就是說喔 你在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把蔣介石的代表給剔除出去 但是這個2758號從頭到尾沒有說 我們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也沒有說我中華民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所以在今天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好期 在這裡呢就隱藏出來講到這個 第四個就是喊話中國牌 為什麼喊話中國牌 他直接喊話你中國啊 就你要負起責任啊 他希望中國發揮影響力 結束烏二戰爭跟中東衝突 也跟台灣一起對區域和平 全球的和平做出貢獻 這個話是什麼 這個話就從國際上的烏二跟中東 勾勒到兩岸之間的台海的區域和平 我認為這個也是高招 第五個對等牌 就是說我願意跟中國健康有序的對談 有三個地方可以合作 就是共同因應氣候變遷 或者是防堵傳染病 或者是維護區域安全 這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 賴總統他的這個所謂的 感染汁也出來了 他的底線也出來了 所以我是希望中國不要那樣 我真的覺得 那個韓國瑜之前說 他聽到賴總統講到祖國說 他燒腦 因為我覺得他腦筋可能轉不過來 那我也不能怪他 因為你知道嗎 中國有那麼多人口 他也是燒腦燒了三天才想出來 燒腦燒了三天講出來 又講個不清不楚 最後就只要講說 哎你就台獨了 不管你講什麼 他都說你台獨 那我就說奇怪了 那你知道朱利倫也說中華民國 盧秀燒也說中華民國 所以你是說說中華民國也是台獨 那你兩岸不用混了嘛 你不用跟台灣玩什麼遊戲了嘛 你要怎麼談呢 那我今天來看到在這裡 這個對等 就是表示說我們跟你是對等的 然後再來講歷史 這個呢 賴總統說到三個重大的事件 一個是75年前的古寧頭戰役 為什麼呢 因為古寧頭戰役 沒有古寧頭戰役 早就被血洗台灣了啦 66年前823砲戰 就是823砲戰使得中共打碎了 說要來對台灣如何如何的夢想 然後45年前的美麗島事件 這個是在台灣來講 本土國內很重要的 在威權體制之下 追求民主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賴總統等於是把什麼 把當時國共之間的問題 然後再到我們在台灣裡面 就是當時二八事件的 或者是國民黨跟本土民主的事情 全部都拿在一起講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很特別 所以我想問說 大家說這稿子誰寫的 我問了一下 他們就說是國安的幕僚 寫了架構之後 然後賴總統自己去修改 他自己決定的 我覺得這些的稿子都寫得非常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呢 指教中華民國台灣 或者是中華民國台灣 大家都要有共同的信念 一起加油